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影片 它是很长的 比如说这是小朋友 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把影片稍微做大一点 这是小朋友在做仰卧起坐 好 这是阿鹏压住James 然后呢 现在要 那个James跟小朋友一起来去做比赛 看他能做几个仰卧起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经过30秒 好 那最后应该有一个结果 这个James做了12个 也不错 一分钟做12个 还是30秒做12个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交换了 交换 对吧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把它剪掉 什么剪呢 首先快速点两下影片 快速点两下影片 那请问您觉得剪辑影片 它会在格式里面还是播放里面 播放 对所以在播放里面 因为像刚刚那个外形的改变是在格式 这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们这个影片的剪辑呢 它应该是跟播放有关系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图是绿色 绿色就是开始播放的意思 红色就是什么 结束播放 所以直接点它 我们就直接把时间往前 往前挪到什么呢 挪到 这个 阿庞 开始做 这是交换 对吧 好 所以做到这边 发现说什么 这个 James做了12回 我想这样 变成一分钟的影片 然后点一下什么 确定 这样子我们影片的总长度就改了 变成只有一分钟 再去看哦 看到最后面 后面就不会再有阿庞那一段影片了 这样是不是整个把影片的长度缩减 这就是影片剪辑 你不需要再额外跑去购买一些其他的影片剪辑软体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放在整个应用里面教 就是要告诉你们 原来PowerPoint的2010版以后 我们也可以自动的做完这个影片剪辑 好 那就现在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影片剪辑 快速点两张的影片 然后点选 视讯工具底下的播放 然后接下来再透过里面的剪辑视讯 然后调整 完成我们的剪辑 完成我们的剪辑